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評審好 這就是我們的專題 女罐壓縮機 這項設計的靈感 來自於機械製造課程中 所介紹到的油壓壓床 如果將壓重的弓箭 改成必須回收的鋁罐 想必 應該是很輕鬆的將它壓扁 但是 油壓的機構又大又笨重 因此 我們改成了輕巧 又環保的氣壓缸 整台機架 是以6mm的中碳鋼板 所組成的 其中 用30度的斜板 最為重要 它不僅 穩固了兩旁的機架 還能將 壓縮的回收 順利的 引導至指定的位置 機架上 架設了30氣壓缸 分別為 沖壓氣壓缸 升降氣壓缸 以及旋轉氣壓缸 沖壓氣壓缸 及升降氣壓缸 我們是採用 雙動單桿型氣壓缸 而旋轉氣壓缸 則是雙列型的氣壓缸 在此 我們還安裝了風靈器 以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 接著我要介紹 工作流程 首先 將鋁罐 放入 淨料桶內 旋轉氣壓缸 會帶動淨料桶 旋置沖桶上 藉由吹氣 將鋁罐 吹入 沖桶內 接著 旋轉氣壓缸 會帶動 淨料桶 退回原位 接著 增降氣壓缸 下降 帶動著 沖壓氣壓缸 至沖桶上 進行沖壓的工作 結束後 沖壓氣壓缸 退回 同時 魚罐 會因為斜板 而導入正確的位置 接著 增降氣壓缸 會帶動 沖壓氣壓缸 退回原位 結束所有的工作流程 接著我們 實際操作一次